新竹市火车站站前广场经常有许多青少年在这儿练舞 不过却发声有街友 在现场玩冲天炮 却是将一名女青年舞者的小腿炸出了两个伤口 舞者们立即录影搜证 也找出当天玩冲天炮的男子 而男子也是立刻道歉 只是在人潮这么多的站前广场 竟然是当众玩冲天炮 还因此砸伤人 那么让舞者们不禁质疑公共安全 刚刚是谁放的 来 这场的我全部录下来 都有嫌疑 作品舞者气冲冲上前 对着一群兼有质问 到底是谁放的冲天炮 因为有团员腿被炸出两个伤口 不好意思 下次你要被我听到就放了 火速搜寻下 查出最回祸首就是这名男子 坦诚闯了祸 脸声道歉 和团员们围着受伤的舞者关心伤势 他说他是要帮朋友庆生 我就说 先生你为什么放冲天炮 你不知道那附近很多人吗 他说好玩 事情回溯到前一个小时 晚间九点多 七位肚皮女巫者到新竹火车站前的广场 为大型比赛夹紧定舞 其中穿着横条纹的女巫者 被街右映然的冲天炮炸伤 小腿出现两个灼伤口 隔天并发发炎 如果今天他是炸到眼睛的时候 那请问他后续的赔偿 是谁该来付出 我也有责任 如果我带着他们过去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能够正式一下这个问题 新竹火车站站前广场 腹地大人潮多 晚上有几多青少年在广场中练舞团聚 亲友们也常常在此聚集逗留 这回却玩过过 放炮伤了舞者 受伤女子决定观察伤势后 再决定要不要提高 中天新闻彭志明 苗栗采访报道